小米 9T 版手機 前幾十多月幾的時候 我們有發佈小米 9T 版手機的產品 這是小米手款用彈出式的前置攝像頭解決方案的版手機 它帶來非常極致的全面品體驗 有著91.9%的超高的評價點 同時它也搭載了旗艦級的 像一個三色的鏡頭可以帶來非常棒的彩腳的體驗 所以這款產品在上市之後 不論是在小米的突破 還是在我們的合作夥伴TC Home或者是原船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說在我們9T發佈的時候 有很多用戶給了我們一些其他的反饋 比如說可以看到在我們Facebook下面的留言上面 所以大家都在說很想要9T Pro 我看到中間的這位擁護他講說 神啊請給我9T Pro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來了9T Pro這款產品 對比之前的小米9T 9T Pro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說它的CPU 它用的是高通的CF785的這樣一個CPU 那大家也知道說 CF785的話呢 是高通現在量產CPU裡面性能最強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我也就不詳細展開介紹了 它有個7nm的這樣一個製程工藝 同時呢對比上一代的CPU 在CPU和GPU的性能能效上面呢 都有著非常顯著的提升 當然除了這個焦熱的性能之外啊 那9T Pro呢也達成了8層的石墨激溫體的這樣一個散熱的系統 那我們來拉近來看一下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散熱系統啊 那主通的手機呢 它用的是單向的這樣一個散熱的處理方式 而9T Pro的話呢 它是一個雙面的立體式的這樣的散熱的系統 就可以讓它散熱的效率能夠最高的 同時呢剛才講到它有8層的石墨 那大家知道石墨呢是熱的涼導體 所以呢這樣一個8層石墨的分布呢 就能讓它的散熱的整個結構能夠更加的立體 所以呢讓它的散熱的效率 能夠更強 那相對於單層石墨的散熱系統呢 這個8層石墨的這種散熱心的散熱系統的話呢 它在散熱能力上是有著6.5倍的這樣一個提升 所以剛才講到說頂級的CPU Snapdragon 855 然後再加上這樣一個8層石墨的散熱系統的話呢 就能帶來非常卓越的遊戲體驗 當然呢除了軟 除了硬件方面呢 我們也在軟件方面做了很多的提升 比如說呢我們這次是搭載了Game Turbo 2.0的這樣的軟件的體驗 那非常簡單的來講 那Game Turbo 2.0的話呢 在用故事玩遊戲的時候呢 它能夠實時的先控著後台的每個程式 它對資源的佔用 而當它發現說你的遊戲需要更多資源的時候呢 它能夠非常智能的在進行資源的誘惑 那結果呢就是保證遊戲體驗上面能夠更加的順暢 當然還有一些小功能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不去相像的提升 那你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這種小功能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發現說畫面比較暗的情況下呢 那你可以來做實質的這種畫面的增強 然後呢做到畫面增強之後呢 就會讓畫面的細節呈現 能夠更加了 那比如說有些用戶在玩遊戲的時候 比如說有敵人藏在操縱裡面 那這些細節的話呢都能夠更好的被呈現 當然這個工具箱還有一些其他的應用 比如說上面的話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你可以打開 在互聯網 然後呢你可以邊玩遊戲邊查攻略 或者呢你可以打開Facebook 你可以邊玩遊戲 然後邊在Facebook上 跟大家來分享遊戲的心得 這樣都是可以的 同時呢 GameTriple 2.0的話呢 它能讓用戶能根據自己的需求 然後來調節這種觸碰的響應 能讓你遊戲玩起來呢 能更加的順手 所以呢 硬件和軟件的加持 就能讓9T Pro 就帶來電競級的遊戲性感的體驗 那在電量的部分呢 9T Pro跟9T一樣 還用4000毫安的大電池 長時間的玩這些遊戲 當然呢 我們並不鼓勵用戶來長時間的玩遊戲啊 所以呢 那個用戶可以購買小米手環 然後戴著手環呢 用戶會提醒你說 該上該起來 然後呢該走一走 這樣的話呢 可以做比較健康的生存 好我們回到那個9T Pro上面 那還支持多功能的NFC 所以呢 可以支持用戶在多場景下面上移動支付的體驗 而相對於9T來說呢 9T Pro還支持雙頂的GPS 那在定位方面會更加的準確 在擋航方面呢 會更加的準確 所以呢 看完它的性能的差別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鏡頭 那會9T比麥相成的是呢 9T Pro它用的也是4800萬像素 三攝的這樣一個AI的旗艦級的鏡頭 它其中呢 有著一顆4800萬像素的主相機 可以拍出這張高清的照片 只是說呢 和9T有稍微有點不同的是 它這次用的呢 是MX586的這樣一個感光元件 而另外兩顆鏡頭呢 分別是8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 可以做變焦的拍攝 以及一顆1300萬像素的這樣一個廣角的鏡頭 可以支持124.8度的這樣一個超廣角的拍攝 所以如果用這個後攝的鏡頭的話呢 可以在不同的場景之下 都可以拍出想要的照片 那關於拍照的部分呢 上次介紹9T的時候其實也有詳細講過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不展開來講 我們重點看一下拍一天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說 多數在這種手機的使用場景當中啊 video的拍攝也變成了日常非常使用 非常多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看一下9T Vlog可以支持的態度 是什麼樣的浪費 你會不會看得到你的臉 你會不會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你會不會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每個人都會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希望對方有些人會做得到大的小朋友 是最好的有些人會做到最多的小朋友 然後我覺得你是最好的一段落 Who 你會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可以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你會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對方已經有很多小朋友 來看得到太多的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后面的墙体啊 就是呢可以明显的看到说 在右手边的话呢 它墙体其实是有一些画面有一些跳跃的 但是在左手边的这个60帧的相机拍出来的这个video的话呢 它在墙体的画面上其实会更加的平顺 所以呢 用9T Pro的话呢 就能拍出非常棒的这样一个高清的视频 那如果是您后来要做这种慢动作的尾杠的话呢 它也能呈现更多的细节 所以9T Pro是一部用来拍视频的非常棒的手机 那在前置的部分呢 它跟9T一样啊 它是2000万像素的这样一个弹出式的自拍的镜头 也可以支持超 也可以支持超欢的全景的自拍 无论是在 charting 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呢 有很多人也不用担心说自拍的镜头容纳了一下 那之前也介绍过我们这个弹出式的前置的镜头 它弹出比较快 0.8秒弹出 然后呢 同时也做了30跟10万次的这样一个弹出的耐力测试 而且呢 也有着意外跌过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回收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说弹出式的摄像头会有所快 那在这个弹出式的前置摄像头的加持之下呢 我们还讲到什么呢 那9T还是9T Pro的话呢 它们能够呈现一个叫形界全面屏的这样一个体验 它的屏占比呢 可以高达30x90.9 那么跟9T相比呢 9T Pro呢 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增加了这个叫硬体的DC小光的部分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种对比的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话呢 是传统的调光 然后左手边呢 是DC的调光 那它在低光度的环境下呢 你可以看到说 右手边的话 它的屏闪其实是比较的明显的 它在左手边的话呢 它是灯画面前的屏射 所以呢 我们用9T Pro呢 在暗光的环境之下 无论是用来玩游戏 或者是刷Facebook 或者是说来看video的话呢 它都能正好保护我们的视频 而跟9T一样呢 这次也是三个颜色 红色 黑色 和蓝色 当然我们在推出9T之后 我们发现说 蓝色其实是非常受用户 关于有点超越我们的预期 好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次的9T Pro 首先呢 它是搭载的是 ZFJG85的这样一个 旗舰级的处理器 所以呢 也有着旗舰级的游戏性能 而且它还用了8层 使用散热的这样子 散热系统 能够更好地支持它 能够呈现出非常棒的 这种游戏的性能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也是直接的全面银 并且呢 用的是DZ的调光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 保护幕府的视频 然后呢 在拍摄拍照的部分呢 那它的后摄呢 也是4800万相处的 三摄这样一个 旗舰级的相机 同时呢 它也支持60帧每秒的 这样一个高清 video的拍摄 所以是拍摄video 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手机的选择 它的外观的部分呢 用的也是 康宁大身心的 玻璃的红材 然后有三色可选 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讲一下它的价格 在这个部分呢 要先讲的事情 就是说 这次呢 为了我们想让9T Pro 能够呈现出 比较好的用户体面 能够充分地发挥 它的这种非常的性能 所以我们这次呢 我们发布的是 8加256G的版本 所以说我们首次 在台湾发布 8加256G的版本 那它的重量呢 是一挑次 就得到台湾 那我们相信 在这个价位段 它的这个配置的话 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那9T Pro呢 会在8月27号10点钟 那在小米呢 小米网小米的食品呢 是一年后开手 那9月1号呢 会在我们的 人家技术商的 主要在我们的门店 开手上 那9月1号呢 会在我们的 原本 its сколько 外国的家庭 发布是学还有 比赛跑的 快去 要看 看看 这个 华